再来看看Jolene的好朋友小猪罗志祥 同一天10月18号 罗志祥在台北举行了第十张专辑 狮子吼的发片记者会 那这也是小猪加盟了 新东加索尼音乐娱乐后的首张作品 据悉呢公司为了这张狮子吼 一小时狂烧500万投放广告 这真是全亚洲百大媒体齐声狮子吼啊 这么大的阵仗能不能震慑到你呢 来感受一下 罗志祥最新专辑狮子吼 百家媒体齐声狮吼的启动仪式 请启动 Let's go OK 哇 赞赞赞 The greatest danger is to willingly enter the trap 你有共同参与演出吗 有啊 最后变那个 啊那个变剧 哎呀呀 原来就是这个一身金光灿灿的狮子啊 金色的头发 金色的链子 金色的手镯 再加上金色图案的T恤 制作如此精良 记者只想说一句 吐好 我们做朋友吧 相比一秒变吐好金师的小猪 旁边这个指路背影的美女似乎更强颜哦 快快报上名来 不可以 不行 身材很好 非常漂亮 小猪的连连称赞 不禁让媒体猜测起来 这一位难不成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鞋 那么面对心动女生 罗志祥又会是什么模样 我还蛮大男人 但是在家里面 如果跟女朋友在一起的话 我算是一个小男人 就是他叫我做什么 我会帮他去拿东西啊 倒水啊什么的 娱乐新天地 小猪快说你的女神是谁 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道